好,最后我们来看看这个视觉设计啊,视觉设计 我们还是从这个图开始看啊 这个视觉设计其实已经是在表现层了,对吧 表现层就是最终展现在用户面前的那一部分了 这部分其实在很多的这个公司啊 都会有专门的视觉设计师去完成的工作 设计师就是需要去通过之前啊 框架层的这些交互设计师 交互设计做的这部分工作 把这些内容做更多更好的啊 更优的这种逻辑排布能够让用户喜欢啊 能够让用户喜欢通过色彩啊 细节的布局啊 兼具这些方面啊 能够让用户觉得啊 内容功能美体验最后能够汇集在一起啊 最终汇集在一起 这个是视觉设计师需要去做的哈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大多数的这个互联网产品基本都是依靠视觉这个通道啊 向用户传达信息的 所以大多数的用户对这个视觉方面的考究啊 越来越敏感了 越来越敏感了 我们这里跟大家讲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啊 这块是产品经理可以去关注的 因为我们大多数自己是不具备非常专业的这个视觉设计功底的 所以我们需要去依靠视觉设计师去帮助我们完成我们的产品设计 但是啊 有一个地方我们自己是可以去把握的啊 产品经理可以去把握的 就这个视觉色彩心理啊 这是一张图啊 能看出来吗 这里会把各大品牌的主色调提取出来啊 做了一个排布 因为不同的颜色啊 主色调能够传达的情绪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最外层黄色的积极乐观的啊 比较热情的一个感觉啊 再往中间这橙色的啊 橙色就是有友好啊 自信的一种感觉 红色的啊 这大家大多数都会了解 热情激情啊 有实力的这种感觉啊 紫色的有创造力的神秘的啊 聪慧的聪明的 蓝色的这个大多数中国用户会见到非常多啊 尤其互联合公司 他传达的是一种信任力量科技啊 这些这些方面 然后绿色呢 和平健康啊 所以你还有一个啊 灰色的 平衡的冷静的科技感是吧 所以产品经理我们自己做产品啊 我们都希望把自己的孩子打造打打打扮的飘飘亮亮的 打扮的飘飘亮亮的 那你需要去把控一下啊 我们这个产品希望能够满足的用户的这个传达的主色调啊 主要的感觉是什么 它是一个坚定的啊 坚强的科技的呢 还说一个友好的友善的啊 活泼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啊 当然还会有一种不同的例子啊 像谷歌啊 eBay啊这样的情况啊 北软的新logo 它是一个花的 但是他这个选择具体的那些色块也是会根据这个啊 不同传达的这个情绪啊 体验感觉而决策的啊 不是那样简单的 拍脑袋就花了一胡哨的出来了啊 这里还给大家看一张图啊 不同的情绪啊 可以用不同的颜色来表达 他们程度是也不一样的啊 也不一样的 比如说这个是红色来传达愤怒啊 或者让用户激动啊 暗红色可能就是已经愤怒了啊 这个生气 这块就是有一些不满啊 不同的颜色能够传达的不同的情感啊 这块是我们产品经理可以去把控的啊 你需要去基于你自己的产品 去选择你产品的出色调 然后去跟视觉设计师去交流去沟通 让他能够更好的去帮助你传达出这样的感觉啊 这里也留给大家一个小作业啊 呃我们自己去看一下啊 天猫和淘宝以及京东或者当当网 他们都是做电商产品的 他们选择的出色调是什么样的啊 他们能传达出的感觉又是什么样的 他们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啊 产品经理去做一个这样的分析啊 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啊 我们要做这个产品设计的时候要做有依据的产品设计啊 我们产品经理尤其去跟团队沟通 然后去协调各方资源去做设计的时候 尽量不要去主观的去用一些词汇啊 就比如说我觉得我感觉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希望还是能够去基于我们之前的 分析啊 之前的调研能够从用户的角度 能够获取一些资料和依据 然后去推进我们的产品设计啊 这样是比较合理的 然后大家也比较容易能够接受啊 当然了也会给大家讲一些这个原则啊 尤其是设计方面视觉设计方面的原则 这里就包括了一致性原则 组框原则 能变度原则 新造比原则啊 鉴刺呈现 形式吹随功能 包容啊 图片优势效应 对齐二八分布原则 七加减二原则 这些原则都是什么呢 跟大家举一些例子啊 大家就会明白了 我们这样来讲吧 一致性原则啊 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 尤其是在做视觉设计的时候 你们可以看Apple啊 苹果公司的网站也好 或者它的各种产品也好 无论它的产品 产品形式是什么样的啊 是iPod的啊 还是iPod的Touch 它是一个系列的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颜色是非常一致的啊 然后其中也会有很多公用的地方啊 颜色比例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做的比较好的视觉设计啊 它不同的页面 所能 帮助用户完成的功能是不尽相同的 但是它始终会有一些 关联性啊 一致的地方 比如说导航啊 比如说 顶部的页头 页尾啊 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页面之间的关系显得非常的一致的话 能够给用户传达的这个体验感受也是非常一致的啊 这是一个一致性原则 然后组块原则啊 这个就是我们在做搜索导航的时候经常会用的啊 因为用户会有这样的啊 根据哥斯塔心理学啊 用户会把相近的这部分形状啊 会看成一个完整的形式啊 就是这种组块原则 这样其实是便于用户去浏览 也便于用户去分类的啊 符合用户正常的啊 大多数用户的这个浏览习惯的组块原则 还有这个能辨度原则啊 不同的背景下 用不同的文字能够看得清楚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啊 显然这个颜色是最清晰的啊 那这个相对就会非常弱 当然了是一个设计设计师啊 你需要去根据你的主色调啊 根据这个不同的色彩去搭配你的这个文字 和内容啊 为了突出那些啊 为了降低弱化那些 需要去根据实际的情况去做一些选择 当然这个能辨度原则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还有这个信造笔 不同的表格 哪个会更清楚 我们可能大多数商品里 如果最开始做的这个表格都是这样的 把框线也做的和文字一样的颜色啊 其实这样不便于你去看表里的内容啊 内容其实是最重要的啊 当然你需要去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做一些变形 做一些变形啊 这比如说这种缩近呢 然后状态的不同颜色的提醒啊 背景色斑马线都会有不同的效果啊 信造笔原则 就是你希望看到的那些信息和噪音之间的关系 当然拉的越开对用户的使用体验会越好啊 这个键次呈现啊 尤其是注册的时候 如果我们把这六步合在一个表单里去让他填的话 让用户去填写的话 那这个表单会非常长 用户一看这么长的表单 我可能就会放弃了 注册 对吧 所以我会把它分成不同的步驻 一次的啊 不断的每一个表单拆成一个大的表单拆成几个小的表单 让用户一步一步的这样去做 比如说他已经做到第四步了 他发现我已经填了这么多东西了 那我这个时候就不愿意再去放弃了啊 还有这种 比如说内容会非常多呢 我就优先先把他们默认都藏起来 然后依次的去展开啊 依次的去展开 还有形式追随功能啊 形式追随功能 这个就是我们在做百度统计的时候有一个漏斗图 漏斗 我们就会非常形象的把它放出来 把它放出来 还有包容原则 谷歌在一些产品上做的啊 就是能够兼容用户的一些错误 不影响用户的正常使用 同时给他提示啊 做一些建议 引导他去更好地完成自己的目标 比如说返回 可以去撤销 在一些关键错出错的时候 我可以去二次确认 然后我如果关键词出错了 我会给你帮助你提供一些更多的关键词啊 去引导你去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啊 还有图片优势 这个就很重 大家都会有了解啊 我们前面也说了 用户大多是视觉动物啊 一图胜千年 所以像这种运营类的广告类的一张图就会非常的吸引用户啊 非常的吸引用户 包括这种啊 日历的选择 日历的选择 好 非常的显得非常简洁 非常的简洁 这个显得比较琐碎 对齐 好 28 分布原则啊 我们产品经理一定要有这样的意识啊 尤其我们做一些这种搜索类的产品的时候 用户往往只关注前面的开始的几个地方 内容 文字 他会对80%的内容不感兴趣或者放弃掉啊 所以我们要优势的啊 有有取舍的把一些关键的东西关键的信息放在最关键的位置啊 最关键的位置 还有七加减七加减二原则 这个就是大多数用户的这个短时记忆啊 都是只能记到七个数字七个内容的啊 顶多在加二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非常优秀的一些交互设计或者是视觉设计 他们的这个导航上 内容一般都会只保留七个啊 尤其是像这个啊 这面要一级导航是七个下拉展开 是九个啊 就是不超过这个九 如果还有更多 那就是再往里放 这就是叠加了刚才前面讲的键次呈现 还有这个七加减二原则啊 这都是基于用户的一些原则 基于用户的行为啊 和使用习惯的一些原则来做的产品 这些原则和产品啊 这些原则我们产品经理要多去了解 要多去了解 当然有一些设计工作不是你自己完成的 但是你可以去依据这些原则去 更好的与设计师去做交流和沟通啊 啊 这里也跟大家留一个作业啊 我们去看更加深入去了解一下这个七加减二的原则 我们去看看自己去看一下啊 在你觉得做的不错的这个互联网产品上还有哪些地方用到了这个原则 用到了这个原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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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